韓國瑜來到高雄藝名廟 上籤韓粉熱情夾到歡迎 大鏡場景象重現 一上台韓國瑜也先向大家 聲聲一鞠躬感謝韓粉支持 金文聲喉嚨主持人 也拿著許多韓家軍照片 想考考韓市長認不認識 沒想到韓國瑜還能一一 說出韓粉感人故事 這個是我們高雄 對每一位韓粉都很關心 韓國瑜贏得國民黨初選 韓粉開心之餘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團結迎戰2020 挺韓議員謝龍介 就要大家小心被黑韓攻擊 謝龍介呼籲韓粉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地獄就應該要和氣團結 不要中了民進黨的計謀 被塑造成不理性的土包子 只要哪裡有發生這種類似的危機 我們都建立一個SOP 未來這條路本來就是很艱難 不是像去年在吃滷肉飯這樣 要韓粉們有危機意識 民粹分析因為令人想要擊敗韓國瑜 就會先攻擊韓家軍 因此要韓粉們與韓市長新聯繫 一起團結打贏2020總統大選 記者綜合報導